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上家人平安 又到我们圣经加油站 今天分享的是世诗记 3章12到31节 在这一段的圣经背景呢 特别讲到说 以色列人民真的是受苦 他们服侍摩亚王18年 摩亚王伊基伦呢 真的常害他们 让他们在生活当极其受苦 这时候上帝兴起一个小小支派变亚民 以户来拯救以色列人民 以户呢 他特别想到一个点子 借着假装送礼物给伊基伦王 趁机会把他杀害 杀害完以后呢 他就到伊法连三帝 呼喊着以色列人民说 你们来随我来吧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你们随我来 分享的主题经文 是3章28节 对他们说 以户对以色列人民说 你们随我来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 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以色列人民跟着他下去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磨压一人过去了 在这个我的想法当中 我想到以户他是一个左撇子 所以呢 他可以方便把兵器藏在 一般人比比较不会注意的地方 因此增加了他刺杀成功的几率 当然了 因为他机智勇敢才能行事成功 所以呢 我们除了追求奉献心至灵命以外 好不好 也把我们本身的长处 来奉献给神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我们要有信心的 跟我们周遭的人说 你们随我来吧 在我们信心告白当中 来跟家人同事说 你们随着我来我们恩宠灵良堂吧 有什么应许呢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 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了 神已经脱离我们困境 已经在我们难处当中 已经化解了 有什么避免的罪呢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磨压一人过去 好不好 我们重新来守自己的本分 不要灰心 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呢 有位主员对我说 我这个小组长太辛苦了 满脸的愁容 我应该要有自信 来尊容这个小组长的位分 应该要很尊容的 带领弟兄姐妹来服侍神 也因为他这样一个见解 我从现在开始 我不再满脸愁苦了 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我们要尊容服侍神的带领 要来用信心的生命来传承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求你来帮助我们 现上家人们 无论在工作的岗位上 主管下属 工厂的作业员 或是正在马路上奔跑的外送员 或是在教会服侍的每一位同工 主啊让我们学习以护一样 看重神所托付的位分 跟随教会 让我们尽量到教会的现场来聚会 让我们来敬拜神 与人来建立真实的美善关系 来领受神真实的神迹 医治来扭转困境 因为我们是神恩宠的一群神的儿女 谢谢主 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再见